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字给我的震惊不亚于当年那部关公大战外星人 啊不 他牛逼多了 虽然这只是部国产网大 但他如野心有目向 剧情制作套路完全是按照漫威 按照阿凡达的逼格来做的 我是认真的 骗你我今年就脱单 故事开始 是一个东北普通的烧烤摊 本来还在心平气和的NPC们突然像疯了一样跑开 我还以为是木乃伊出现在大街上了还是怎么地了 直接一个东北大哥搂着老帽带着小弟向我们走来 大哥不亏是大哥 亲手就点了五个烤摇子 我来五十大摇子 肥点的 所以不就是五个烤摇子吗 你们说什么 这是电视机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本剧最大的大牌李子蒙出现了 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 吉林公路下面挖出了一座古埃及风格的地下宫典 这是首次在我国境内发现埃及古墓 带有四君木乃伊不一而非 有专家认为 早在六天年前 埃及人很可能就已经统治了世界 并在世界各地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看到这里我就对这个导演 呃 陈飞宇 竟然还和凯歌导演儿子同名同姓 肃然起敬 包服了 你比诺兰 比斯坦里老爷子还敢开脑洞 啊 请牛逼啊 画面一转 镜头切到了我们的男主飞机哥身上 此时的他正对着一本世界未解之面打飞机 一波蜜汁液体飞了出去 接着去调戏隔壁小曼 在差点被削的时候 飞机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在烧烤摊的黑道妖子哥找上他 威逼利用 坐下了飞机哥的仓库 然后把四具棺材放在了仓库里 没错 这就是福建的四具木乃伊棺材 当晚 棺材就开始不对劲 跑出了一个马赛克白混合着曼哈顿博士兰的木乃伊 木乃伊面具一摘 竟然是个野献飞到天边去的小姐姐 还对他喊起了 然后一部疑似盗墓悬疑电影 突然变成了日式纯爱 飞机哥一见到这个眼线姐 就吓上了 毕竟他对着世界未解之谜也能发行 他直接邀请木乃伊回家洗澡和睡觉 看着洗完澡的他 飞机哥情不自禁地流起了鼻血 第二天 飞机哥教起眼线姐学中国话 在这边我总算可以确定 这个小姐姐果然身份不一般 这个摸电视机学语言的技能 大姐你怕不是天气的亲闺女吧 然后飞机哥和眼线姐就开始轻轻握握 一段怎么唯美怎么拍的画面 另一边 妖子哥发现自己的一个货不见了 正准备削男主的时候 另外三只棺材也开始闹腾了 钻出来两个蓝色马赛克和一个红色马赛克 红色马赛克这特效 这气势 这cosplay 一看就是大boss没错了 他一张嘴就是 看来这是位大草原荣耀国的王子 那我们就叫他辛巴吧 辛巴把手按在飞机哥的脑门上 你以为这是要对他发功干难主吗 不 他也在学东北话 哥他瞅啥呢 生死了 还不追击啊 哦 原来这是一部爱国主义奇才电视剧 全世界都要学东北话 好 紧接着 隐心姐突然出现了 原来辛巴是他未婚夫 但是他喜欢一个长得和飞机哥一模一样的男人 思议不愿意嫁给辛巴 然后就真的 死了 哦 原来飞机哥是个备胎啊 不过就算这样 我其实也是不太明白女主的选择 毕竟在对比之下 你看辛巴的眼线也同样那么性感 没语间 天儿还有点长得像梦成员老师呢 眼线姐跟辛巴说 哥 我从了你 你放我的备胎走 然后飞机哥带着一帮人去了烧烤餐吃饭 你们竟然还有心情吃饭 吃着吃着 飞机哥就哭了 我心还打死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而且我大东北齐荣一帮埃及人见他 然后就盘算着木乃吉和吸血鬼什么的不是差不多吗 我们带着大蒜和他们PK 此时的木乃吉小弟正在看小电影学习日本话 辛巴也总算有个大boss的样子在燃烧经费 然后决战就开始了 你没看错 他们进行的还是回合之战斗 这特效 这场面 绝对是你没有见过的狂拽酷炫鸟 这是后现在时期古典主义画风和特效的崛起 但显然他们并打不过辛巴的小弟 此时的辛巴还真操作东北话 很嚣张地和眼线姐说 老妹儿 很快大东北就是俺的了 奈菲尔塔利公主 虽然他并不在乎骑士到现在 他连这个仓扣的大门都没有出去过 飞机哥发现斗角 对木乃姨有用 甚至一度站住了主动 原来他准备跑路 结果发现这个埃及舔狗还在骚扰自己的女神 这飞机哥就忍不了了 我的女神只能我来舔 然后就被辛巴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这时女神都看不下去了 用咒语给飞机哥夹满了血 甚至还让他学会了魔法 飞机哥又要上了 战况实在是太激烈了 满血复活又回魔法的飞机哥突然放起了大招 突然换上了旗袍 变成了飞机姐 然后他冲了上去 对着辛巴亲了上去 没错 我们的大boss就这样 被他昨天吃的土豆炖豆角给熏死了 真的是这战斗戏吧 故事最后 眼线姐和飞机哥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还开启了烧烤摊 一群人有吃有磕 但女主突然发现 眼前的这个男人变了 他不是飞机哥 而是自己真正的情人 摩卡 没错 这故事的结局竟然还是个开放式结尾 很明显一个堪比漫威宇宙的 大东北宇宙即将诞生了 后面这几部片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 格斯拉进攻陆家嘴 吸血鬼统治优异库 孙悟空真战王副景 总的来说 这部木乃伊战里大东北 是一部艺术价值极高的电影 看 它既精致 又本土化的浮化道 看 它考究的台词 还有我完全看不懂在干什么 但感觉又屌又杀雕的剧情 短短66分钟 浓缩了大东北风土人情生活版 看 展现了木乃伊们不敢命运屈服于天 碰针的勇气 它是我国靠近好莱坞的一小步 未来会成为重要的一大步啊 而这样一部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电影 你们绝对猜不到 它豆瓣有多少分 反正我觉得豆瓣是给你了 但我新人爱 它就是十分半分的 十分啊 没错 我是默着良心说的 总之就是看它 不能让我一个人瞎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